欢迎收看中天五间新闻 请问一开始带您关心 今天礼拜天天气依旧热得不得了 而耗资13亿元打造的猫懒 这几天依旧出现了很多排队人潮 不过现在却传出来 富时两年多却亏损了2.3亿 这些情况就给记者录影 主播各位观众 一到假日就相当多人是来猫空搭缆车 但是其实天气这么热 里面的温度是相当的高 很多人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像这样 要一直散散子 因为车厢里面的温度是高大 散散34度 我们刚刚就有看到 有位先生是留着满头的大汗这样子出来 我们来听一看超早前的访问 就还蛮热的 还蛮热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风在吹 虽然就像这位先生一样 留着满头大汗来搭猫懒的人 还是很多人心智不洁 不过其实像每个 每到假日大概都会有过万的人潮来搭缆车 但是猫懒到现在都还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他没有统计前面大约亏损是9000多万 而在去年大约是8000多万 所以至今其实大概从他们负食两年多以来 亏损已经是高达了2.3亿元 那就有人批评说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亏损可是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空城 其实猫懒表示这个真的是属于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景点 所以他们会继续支撑下去 而且现在已经在开源节流 甚至常常都会有相当优惠的方案 就是希望能够让台北市民有这样子的 那么特别的一个景点 在假日或者是平常天都可以吸引观光客来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将镜头还给棚妹 好猫懒怕热又怕打雷 现在传出亏损了2.3亿元 谢谢大家